在等待EXO的回归的日子 8月2日EXOLAPAN日本会刊正式发行 应该是对起立营的一个很大的慰藉 这一次的EXOLAPAN日本会刊 里面不光有成员们让爱丽小断头的精美大头贴 更有心直口快的都锦绣的大爆料 都锦绣的大爆料在EXO的回归的日子 里面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 宽温爱丽的心 那么心直口快的都锦绣都老师都报了哪些料呢 跟着小编来看一下吧 对于采访这种事情 找到我们都锦绣都老师是绝对没有错的 在杂志的采访内容里面 记者们都锦绣 新的SUHO市Leader真是太好了 的瞬间你是什么感受都锦绣 没有笑说没有是开玩笑 SUHO一直很有礼貌很温柔 给我们起了模范 这个回答好像还是很重横的 对于进金运勉队长还没有那么大的爆料 但是接下来的都锦绣全是爆料的成分了 记者问一直笑眯眯的薄贤 什么情况下会生气呢 老是人都锦绣 实际上薄贤总是生气 小薄贤性格多呀 无法认同的事情一定要说清楚的性格 平时也会弄一些恶作剧 动大家开心 薄贤的40米长刀已经藏不住了 但是都锦绣描述的边薄贤 好像还真是那么会是 边薄贤这位多动症患者 对于自己不认同的事情 绝对是那种要理论到底的性格 问题一个个升级 都锦绣的回答 也一个个的升级 记者问 粉丝觉得张艺兴是天然担当 实际上呢 这个天然担当小编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看看我们都锦绣都老师 是如何理解天然担当的吧 都锦绣 不好说 笑 天然指的是纯洁吗 嗯 EXO成员没有一个是纯洁的 遇到我们第一直男都锦绣都老师 还真不会管你 能不能说全都给你说出来 这回答简直酷弊了 EXO成员没有一个是纯洁的 这句话小编反正是相信都锦绣 小编只就给大家来盘一盘 还记2015年EXO的鞭博弦 朴灿烈 吴世勋 都锦绣拍摄我的邻居是EXO 其中有一个女主角送年糕的情节 花絮中有鞭博弦 和朴灿烈的年糕的梗 当时的都锦绣和吴世勋 在两位哥哥笑得哈哈哈哈的时候 一脸猛 完全不知道哥哥们在说什么 经过时间的锤练都锦绣和吴世勋 可能也变得值得很多了吧 金钟大曾经在EXO的一个团宗中的一个环节 你脑子想的什么 环节中更是放飞自我 别的队员都是什么未来 梦想 音乐 到我们金钟大这里直接蹦出来一个 1%的19 太老实的孩子了 还强调只有一点点 只有1% 为什么主持人会问 粉丝觉得张艺兴是天然担当这种问题呢 粉丝们觉得小绵羊张艺兴是单纯的存在 在韩国的时候 因为语言上的问题 在节目中的表现 显得张艺兴非常单纯 有的时候还会被对友带进坑里 但是只要看在国内的张艺兴 没有了语言上的障碍 杨提子绝对杀不住 当采访遇到我们第一职男兜锦绣读老师 就变得有趣的多了 文章原创 未经允许不得起转载图片来源 王阿龙 好